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怀疑台湾的电视疯狂没准是你们俩搞的 咱们谢导演是带来一个疯狂电视台的戏剧 对 马上就要在北京上了 是 这一出戏还蛮特别的 那会做这一出戏呢 其实有个原因是我原本是做剧场的 那因为在电视圈待了大概七年左右的时间 那对我们剧场人而言 电视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特别我做全民大闷锅那样的节目 就是我必须早上看新闻 中午想点子 下午写脚本 晚上录影 然后就播出去了 我们做live的 live直播的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像王老师 我对您也发现了 你有一个两面性 一般你像我们大陆这边或北京这边 要不你就是知识分子 阳春白雪 做话剧的 做文学的 你看你有这一面 做眷村 这种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的 就是说是最世俗的 甚至是瞒听点 就是最俗气的 市民娱乐的 这种鸡鸡呱呱的 这种 反倒是这些有名的节目 你都是你做出来的 你有这种精神分裂的 这种人 那文杉怎么讲人家精神分裂 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不一定 不一定叫自己标榜为自己 是知识分子 要挂书带 说我是我不世俗的 其实我觉得人宿命精神是很好 宿命精神 像本来就是这样子 就说你最好主持人也是以装以鞋 一会能够正 一会能够鞋 挺好玩的 上上下下左右起手 蛮有意思 不一定老端的 老端的干什么呢 人家就是快乐文化 快乐知识 蛮有序的 我投奔你就行吗 行 我觉得这个 行 真的 你刚才讲到一点 宿命精神 所以我就没想到 就台湾这个综艺节目的制作人 他是在这个层面上认识这个问题 对 因为我们以前 以前最早的时候 在1979年之前 当台湾电视还没有直播分离的时候 也是老三台 老三台其实就是比较严肃的 那个都是 也是党政筋的电视台 所以基本上主持人也高高在上的 就跟老师讲话一样 各位朋友 今天是蓝 天是很蓝的 云是很白的 然后后来 因为在1979年 当直播分离之后 所以很多的目前幕后的人 就从民间来了 真的学这行的 或者这些表演人才 从剧场 从康乐队 从餐厅秀 从很多地方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做一个节目叫连环炮 就带了很多主持人进去 像胡瓜 后来甭瞎瞎 什么都是从那一波进来的 曹启泰 都是那个时候进来的 那个时候人就是开始就说 就开始喜剧的人 开始当主持节目了 就是这个主持人就开始 就开始就不想赢得尊敬 只要赢得喜欢就很好了 这好像是你评价吴宗宪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 因为喜剧的东西就是 你看那个家里面 那爸爸父亲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 爸爸喜欢耍耍宝 喜欢看他玩笑 那整个那个家庭就会比较和乐 小孩就喜欢到家里来玩 那主持人就这样 主持人就不是交一大帮人来家里玩吗 就这样 你看谢导演 从我们大陆这边来观察 那我们都爱好多人 至少非常爱看台湾的娱乐节目 什么就康熙来了 全民什么的大门锅的这种 觉得都在网上看 但是你的这个戏里 我感觉你还是有所批判 其实还好 那个批判 我们等于说 拿自己这个行业来开点玩笑 没有到批判的那个程度 我进到电视台里面 就看到这么多奇怪的设备 然后录的方式 工作方式 就跟剧场完全不一样 我印象最深刻 是我第一次写个脚本 给伟宗哥 我辛辛苦苦 他要开始污蔑我了 好好好 我喜欢这 我辛辛苦苦 我是台北艺术大学 读了五年的戏剧 研究所 再读了四年的研究所 赖导演 赖神山导演的学生 哎呦 沦落至扯 第一次写脚本 写得很辛苦 一整天就写了一张这样 A4的纸 然后交给伟宗哥 说哎 这是我九年的精华 嗯 就在这一张纸 自是鞋类 对伟宗哥这样看 这种本啊 我大学就会写了 哈哈哈哈 我当时 这么牛啊 我这么牛啊 对 因为那时候纸张只有一张 所以不这么讨厌 抛下去的时候 是轻轻飘下去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怎么会差这么多 然后后来就看到他一个人 在摄影棚里面走过来 再跺过去走走走 忽然间就开始讲说 你讲什么什么 就对着演员 你讲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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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机器录 好笑得不得了 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哎呦 就觉得 我是不是白学啦 白学了九年 后来찰 其实 素材不一样 那呈现出来 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能花三个月 可能花半年 做一出戏 我可能讲 三十个笑话 然后讲一段故事 讲一个情感 讲个道理 观众就满意的不得了 在电视里面 五分钟 我可能一上去 观众就觉得好笑 可能要讲个十个笑话 在那五分钟之内 然后再讲一个歪理 然后观众还能感动 反正就是成功的本 这个咱能聊通了 他说这意思 要照我看 就是说学生枪 你知道这个在我们大陆 也普遍存在 我有时候我也真觉得 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说 你看我们的很多晚会 包括开幕式闭幕式 这个主持人 包括我这个主持人 奉命朗诵的这些台词 我老实讲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 是听而不听了 就是司空见惯了 因为你只要稍微认真想想 他到底朗诵了些什么 不是 你就觉得这个太傻了吧 这是个过程 太傻了 我说怎么可以 就像现在 不管是各种颁奖典礼 比如说台湾什么金马奖 金钟奖 这儿什么金鸡奖 百花奖等等 你说上去领奖 或者是颁奖人 他还是会对词 我是文韬 我是伟忠 今天我们颁什么讲 我们颁灯光讲 哎呀 灯光太重要 不照在脸上 看不到五官 是吧 还要对词 我觉得这是很怂的一件事情 没错 就上台 这是一个party 就是现场有什么人 现场状况是怎么样 咱们讲这个氛围就好 喜剧也是一样 这个氛围对了 否则老是什么扛包袱 抖包袱 就很 就非常的零零角角 就很多刀斧之功 是是是 氛围对 就不要那么对词 就是今天 我们上 等一下我们去颁灯光 好 那我们看看台阳什么人打个招呼 今天的戏份是怎么样 讲点笑话 没错 好玩就好了 所以呢 我有时候就看台湾啊 老实讲 我这个是非常佩服 因为呢 我们现在 也有很多 这个从台湾借鉴这种综艺节目的形式 可是从我这 我这一个观众来讲啊 我怎么觉得 真正说 能把我逗笑的啊 不是说大家领着鼓掌那种搞笑的 真正能把我逗笑的 往往还是我在网上看的 台湾的这些个综艺节目 当然这个有一说啊 我们现在也反三俗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有一种对文以载道的那种要求 就老觉得吧 有些东西说你俗气 你水平低 我觉得我们太看清这个搞笑能力 可是实际像我们这个做主持人呢 我觉得我最缺乏的 其实是最痛感没有的 就是这个能力 你说像我们这儿人 就说你这个人很滑稽 说这个 说这个 你爸怎么样 我爸爸很滑稽 好像你爸就不装重 君子不重 则不威 可是如果你说 在老外来讲 说you are very funny 说你很有趣 这个是对你来讲是非常包的事情 就是你这人跟我在一起相处 我觉得花也开了 水也流了 挺好玩的 可是我们这儿人要端的 对对对 要压的 要压抑着 这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封建了 就整个时候就封建 其实我就发现你看你那眷村文化 我就发现中国人在私下里头 他是有幽默感 有 是吧 但是咱们好像习惯于在台面上 在那种正式的场合 现在虽然有一些进步 但我觉得幽默感还是太少 跟家庭 跟家庭 个人的话 跟家庭有关系 社会的话 就是整个跟大环境有关系 然后我们对民族本来就辛苦 真的是心百姓也苦 亡百姓也苦 所以说百姓都苦 但像我 我觉得喜剧是从心里面快乐 你就自然会就会有喜剧 我是从小在眷村长大 眷村也不是每个爸爸都这样子 我爸爸是北平出去的 就是那小喜子 还开玩笑 跟我妈又当年自由恋爱结婚 两个都十几岁的人就到了台湾 所以我爸爸是个 我们家里是个快乐家庭 怪不得 是个快乐家庭 你把台湾的许多电视家庭 都变成了快乐家庭 希望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有的时候我在讲 就是我们一种学习的态度 打比方说 也许某些内容是咱们所说的 很俗气的 而且甚至你有可能 作为大陆的文化来讲 不太喜欢 这个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 那是台湾的风土人情 他开很多 比如说有一次 你好别我就 康康 我有一次见康康 我就老说这个例子 康康讲个话还挺黄的 对吧 跟旁边一个侯佩神说 侯佩神来了一句 说是这个 有时候啊 男人细心温柔 会把女人深深的打动 康康马上就来了一句 讲到打动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 康康脑袋瓜 对方是通的 没错 对 对 我是说你要照我们这边看 说是什么低俗吧 内容也许可以有这个讨论 但是我们内行人注意的是 这个反应啊 这个反应 这个语言 这一样是语言的机敏啊 这种就能 这个我在乌宗县身上 在这个小S身上 我就常常就看到啊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啊 是才能 这都是你发现的吗 不是 这个说起来 就是说这个 就是氛围了 就是那个氛围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当主持人的啊 就是好像叫 读一大堆资料 要知道很多事 那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访问 就是你就是 准备两三个题目就好了 那接下来就聊天 为什么观众也不见得 要在这个时段里面 因为媒体太多了 他如果真要懂得支持 他就看知识家 自己翻书 自己去找东西 有时候看电视的主持人呢 我觉得最棒的一种主持人 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就是你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很多主持人 要对这人背景了解太多 你了解什么呢 你了解了 观众不了解啊 你说王伟忠 你曾经生于1957年10月26号下午6点多 你算起来算是一毛十生的 你都了解 对观众来讲 观众就想 观众不是了解那么多 他喜欢从这里面去了解一些问题 所以不要老撑的 就变成 那就我就就很辛苦 但是你们会觉得这个比如说玩笑开的过分吗 有线电视台湾的其实在所有的这个电视的法规里面有线电视尺度是比较可以宽的 因为是你自己付钱买进来的嘛 就你买个家具愿意搁你脚脚老撞轻你 就是你自己买的 有线电视法律本来就可以这个样子 可是台湾电视的有线电视很奇怪 你反正付个五六五六百块钱新台币就把无线有线所有东西全部都绑在一起 全部到你家去你无从选择 所以你这一台还在南无关在引爆 这边还是佛光频道 对对对 旁边那边就是 这好玩 所以我很疯狂的 没错 我给大家说说这数据你就知道在这竞争啊 台湾说大概有80家电视台总共经营150多个频道 密集度世界少有啊 台湾成为全球综艺节目产量最高的这个地区 因为台湾地区不大 那竞争非常激烈 那其实资源很有限 就整个都分散开来了 所以我们在疯狂电视台里面就讲说有一个电视台 他只剩下两个员工 那这两个员工要run 24小时的节目 他怎么去执行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跟我在跟韦中哥工作的过程有很多的感受 因为我们常常用创意去解决一些困难 资源太少 资源太少 人力财力都不够 对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栏目就是新闻 要报新闻 才两个人 根本没有人去跑新闻 所以怎么办呢 他就在前面放九台电视 就是台湾各个新闻台的电视 他就直接报说 现在这一台在报什么 那一台在报什么 那这边有一个是在讲超商抢劫案 千万不要看 太血腥了 千万不要看 但是观众你越叫他不要看 他越想看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用主板快书 一个人讲 一个人演 哎呦 而且呢 我后来是觉得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这儿所说的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娱乐节目主持人的我后来到了台湾我才明白跟你们的那个娱乐节目主持人的不见得是同行 我后来才知道这种是什么呢 明天我到台湾我见到康康和吴宗宪 我听他们一聊 我才意识到他们更可能跟赵本山是同行 你明白 因为你看我听他们说 康康就是他们要夸赞的对岸的谁呢 都是赵本山厉害 演什么相声 你看我一听这个 我就突然反映到 他是这种说学逗唱 对 他是他所谓的综艺主持人 你看我们的综艺主持人 报幕式的是 是从当年至少最早的啊 是从当年报幕员的那个时代 很多是从播音员最初转行 台湾一样台湾一样 是吧 就是我刚讲 直播分离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革命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去 我是直播分离第一代的嘛 第一个制作公司的员工嘛 我的老师带我们一起做制作公司 就是江吉雄 就现在政大综艺董事长在上海 那时候我们在开始从民间收了很多人 那时候胡瓜啊等等 就是那个时候我刚讲的 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引进来的 本来一开始也是报幕式的 也是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但是我就突发奇想啊 你这意思要讲 难道说我们再过个十年二十年 我们也有可能变成台湾现在娱乐节目 这种生态 我觉得好像不大可能 这个大 这个很难解释了 这个趋势很难 但是我看 我看现在大陆 这个内地有一些的主持人已经开始自己 说学逗唱啊 帅坏卖乖啊 也已经开始 也开始慢慢的可以可以不是那么报幕式的 也开始跟老百姓跟那个都互动 对对对 现在又好了 越来越好 但是呢 你看比如说我们这边还在讨论 前几年讨论一种啊 就是批评有些主持人模仿港台枪 港台枪 但是后来啊 我就觉得啊 这个港台枪啊 如果指的是河南人非要学台湾人说话 那是挺恶心的 对吧 可是你要真说港台枪 我得说啊 即便是在台湾 为什么我老说人才啊 小S也只有一个啊 吴宗宪全台湾也只有一个啊 他不是说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你只能学这个行 他真正的这种这种反应能力啊 我觉得这个 你比如说最近咱们这个这个 王老师又发掘了一个 听说也挺牛的 叫什么 陈汉典 陈汉典 你说说你为什么发掘他呢 汉典是这样子 呃 我们发掘所谓的栏目人才有好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校园 呃 有些校园里面 很多校园大学的主持人 嗯 他能够跟大家同乐 嗯 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必有他的这个绝招 对 你说人分好几种吗 喜欢做演员的人有点自闭性格 喜欢做别人不喜欢做自己 他演别人特别好 他做自己的他没有什么自信 嗯 这是演员个性 歌手自信呢 是台下一万个人 只有一个人喜欢他 999个 9999个人都不喜欢他 他也没关系 他自恋个性特别强 哈哈哈哈 主持人就是我讲的 就从小呢 喜欢搂拨一大堆人到家里来玩 冰箱也打开了 东西也给大家小孩都吃了 啊 然后回家之后 爸爸说谁吃的 谁搞的 怎么弄你这样子 打一顿 打一顿明天还是把小孩找过来 哈哈 还有这样 他喜欢人来风 喜欢照顾大家 喜欢这个是严死和风 就喜欢这样子一个感觉 嗯 好 那这个汉典呢 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全民 这大门过这个 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去找校园魔王 魔王就是模仿的魔 嗯 那就是我们做一次比赛 后来在校园发现到 陈汉典 他非常有趣 汉典也是一个 你看康熙来了 他永远处在旁边 嗯 他没有什么 他不会要求自己的那个尊卑 对 自己本身很 都是只要求人喜欢 不要求人尊敬的人 对对 他只要让我演出 不管是大小 大小小色 他都喜欢 都开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喜剧人格个性 是吗 对对对 我有这人格 但我没有人间那才能 所以咱们可以看看汉典的才能 也挺逗的 我们看一段 我为什么刚才就是在想啊 就是说将来有没有一天大陆的这种综艺节目也能玩到这个程度 我为什么又觉得又不大可能 你比如说啊 他这个的宝岛 他就是这么一块 而且人都差不多 都是这种 就像你说的庶民 市民 大家的这个调调差不多 我就觉得在大陆吧 地方太大 不同的人群太多 所以呢你要一种开玩笑的一种闹法 能够赢得近大多数人的接受啊 他可能就还有个分寸的问题 你比如说有些时候 你像现在我们这儿 你要是闹得太过分了 就得有人管你了 是吗 所以所以如果说真的要了解说台湾的 像我们综艺节目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台湾的节目来讲啊 其实我觉得疯狂这件事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道 因为等于我们把台湾的电视圈的整个生态 包括我们节目制作的整个过程流程 都很忠实的呈现出来 虽然稍微夸张一点 当然夸张是为了产生趣味感 包括甚至连什么拍卖 就我们拍卖节目 把这些电视台给卖掉 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太过分了 我想问问现在你 像你啊 就是生活在台湾这个电视生态里啊 有没有让你觉得都出奇的 他们的这个创意 他们的这个招 出奇啊 我自己觉得我想出奇 可是电视台不允许我 为什么 因为我想做一个 台湾电视台还有什么不允许的吗 有 我想做一个节目 现在现代人失眠的非常多 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帮助大家睡觉的节目 就是一个非常 那容易啊 非常无聊的节目 我们这节目天天都帮人睡觉 没有没有 你这节目还有趣 我们这节目非常非常无聊 比如说各位亲爱观众 现在已经深夜了 你赶快睡觉 赶快睡觉 赶快睡觉 然后重播 我一整个晚上收视率一定好 为什么 因为太无聊 观众睡着了 那就不会转台了 收视率就节节高升 到六点多起来 才慢慢掉下来 那我们在疯狂电视台里面 也有一个这样子单元 哦 结合台湾所有最无聊的节目 然后把它兜在一起 效果非常 观众爱得不得了 王老师我们这边啊 也有争论 有很多这个优国优民之士啊 认为这个电视 有的人认为电视交坏风俗 有的人认为电视说 你是要迎合老百姓的 但也有的人认为 你应该引导大家 真善美 嗯 你 逃